長男孩正在設施座椅上 另一個人邊跑邊加速 盪鞦韆高速旋轉 外入雲霄飛車 男孩整個人上後仰 一度倒栽蔥 附近民眾直擊驚險畫面 讓人捏把冷汗 另一名孩童 原本在地上拉扯 最後也被離心力帶起來 雙腳騰空 到最後座椅一陣狂甩 先是敲擊到柱子 還差一點砸到人 他們不是在管 他們是在賭命 就拋得很高 那個拋物線很危險 你這樣速度很高 拋出來有時候甩得很遠 而且是水泥地 旁邊都沒有人 都沒有大人 然後再加上說 萬一就是像這種情況 有可能會掉下來 對 因為主要是因為旁邊 真的完全沒有防護措施 地點就在台中大理 一處親子公園 這項設施叫做三人旋轉鞦韆 規定6到12歲的小朋友使用 正確玩法是要坐在座椅上 靠推力推動 形成離心轉動 體驗擺盪搖晃感 因為只有一條繩索 跟座椅 若使用不當就會造成危險 在還沒有發生之前 我們台東市政府 應該要來做一個安全的 一個顧勵跟設計 是不是在這個範圍內 不要讓人家靠近 有一個阻擋的一個部分 周邊就是安全監距 就是來阻隔啊 或者是一些警示 來提醒那個公園的使用民眾 不要跟小孩有交織的問題這樣 相關單位表示 道具的設施安全檢測 沒有問題 但是會在研議擴大安全距離 提醒家長和小孩 不要因為貪玩最後樂極勝悲 繼續收看蔡劉賴文中台中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